7-1 人工類神經網路 我們分成三節 類神經其實是在1943年 已經有一段歷史的 由這兩位教授提出來一個概念 這是受到人腦 生物神經炎的一個概念的啟發 但外部訊號進來 比如人的眼睛看到一個東西 然後細胞會受到這個訊號 當你累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訊號傳送出去 比如說肚子餓 看他東西想要吃東西 這個就是你用數學來表示 你好幾個訊號 訊號給他不同的權重 然後這有一個核 把這個權重的訊號加在一起 然後透過這個函數 把這個訊號給他送出去 這個是來自於Lens 這本一本書 所以基本上它是用一個所謂的 有項的網路圖 然後這個樹狀凸 這種叫樹狀凸 是你的訊號 這邊有五個樹狀凸 然後你有加權 每一個訊號 帶進來的這個比重不一樣 然後你這邊有一個輸出的 這個訊號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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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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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